欢迎收看1月5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我是嘉选 全国最畅销汽车品牌第二国产车Bordua 公布202年总销量暴涨48.2%至282,019辆 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佳表现 展望2023年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员在纳阿比丁说 只要原料和燃油价格保持在受控水平 以及外汇和利率处在有利的范围 那么第二国产车将维持汽车售价 而目前公司正在优先处理销售税豁免期的订单 这些汽车的售价将在2023年3月31号之前保持不变 支付系统公司银峰集团昨天披露 执行董事兼集团首席营运员吴世潮 和执行董事兼集团首席技术员吴世红已经及时停职 而来到今天该公司再发文告知 其中一名执行董事吴世红在职务冻结之后 携带外人非法进入公司 并在董事部级公司未批准下 取走了大约30箱文件和物品 因此银峰集团将就此非法闯入和盗窃行为 向警方报案 受上述事件影响 银峰集团股价今天应声重挫 一度大跌19.5仙至48仙 必至此收报在48.5仙 全天暴跌19仙或28%是第三大的跌价股 成交量扩大至6914万股 排在了热门榜的第五位 基于全球通胀趋于高股下 以及将会继续推荐升息周期 马银行研究首席经济学家苏海密·伊利亚斯认为 2023年大马经济虽然将会因为全球经济衰退 而跟着走换 但不至于陷入衰退 这是因为我国货币政策 依然还没有全面收紧 再加上国人在过去两年 因为抗疫封锁而有了多余的储蓄 这都有望缓和 消费支出疲软的冲击 因此苏海密预测 我国今年的经济可以取得4%的增长 符合官方增长预估 至于2022年经济增长 预测将会增长8% 略高于官方预期的6.5%至7%增幅 新闻结束之前欢迎订阅百格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